我們翻開經文到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一到十節 翻到了以後我來念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第一節 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選心裡所喜悅的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禮傳給外邦 他不宣讓不揚聲 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押傷的蘆蝟他不折斷 江蝉的燈火他不吹灭 他憑真實將公禮傳開 不灰心也不喪膽 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禮 海島都等候他的訓悔 創造諸天鋪張穹仓 将地和地上所出的一并鋪開 是氣息給地上的眾人 又是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 他如此說 我耶和华憑公義招你 必搀扶你的手 保守你 使你做眾民的宗保 做外邦人的光 開瞎子的眼 領被囚的出牢獄 領坐黑暗的出奸牢 我是耶和华 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 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看啊 先前的事已經成就 現在我將心事說明 這是未發已先 我就說給你們聽 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 都當向耶和华唱行歌 從地極讚美他 感謝主 我們將時間交給高牧師 今天要正道的題目是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 各位姐妹平安 平安 哇 看到我們的小朋友現實 真的好感動 各位姐妹時間過得很快 現在的年輕人 在教會的各地這樣為教會奔波 好像才沒多久之前 他們還在這裡 在這邊很可愛的這樣跳舞唱歌 轉眼間 這些年輕人已經成為教會 活潑最有力量的侍奉者 這一群小朋友 再過五六年 我們會很驚訝的 他會在我們教會的各個角落 甚至在有一天我們新的敬拜中心 那邊成為我們再一次說驚訝的不得了的這些人才 我們在神面前獻上感恩 這些事情在我們禱告裡面 總是那麼活潑的呈現在我們眼前 原來每次我們在神面前敬拜 是那麼的真實 那麼活潑 各位姐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真實 也是真的能夠體驗教育的一個信息 就是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 也和華 各位姐妹 我們來教會學了很多功課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聖經讀那麼多 但是我讀到聖經讀到後來都睡著了 然後第一看不懂 第二有沒有教我它什麼意思 第三就算看懂了 又關我什麼事情 那是以前2000年前的事情 又關我現在什麼事情 至於我現在的狀況 聖經裡面好像沒有雷同的一個例子 讓我能夠遵行 各位姐妹 其實在我生命裡面也曾經有過這樣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來學習一件事情 好像聖經的榮耀在這裡 你進入到神的榮耀 直接說好了跳進神的榮耀 你就會發現你在其中 是那麼的真實的活了出來 除非你真的是如同這首說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在我生命裡面 在講到讚美敬拜讚美 我們就會討論很多 怎樣的敬拜讚美才是對的 真的是常常在討論 神學院也討論 專題演講也討論 很多的問題解答也在討論 什麼叫真正的敬拜讚美 第一個 你必須要專員態度 專員的禮儀 但是好像很專員的這些歌曲 這些模式 這些動作 好像我還是一樣 很悶很悶 沒有辦法說真的 我有神很快樂 再來歌詞 歌詞的研究 這歌詞的研究 你沒有真的神學的教育嗎 是真理的教導嗎 真理的教導在歌詞裡面 結果唱的人咬字含糊不清 歌詞很重要 我聽不懂 那有時候我們音響不好 歌詞也聽不懂 那也是沒有用 再來音樂的模式 音樂曲式 音樂曲式 它應該是巴洛克時期的 還是格里果詩歌 還是我們所說的 在我們這個現代的 才是真正的一個敬拜詞 我自己是在東海大學 經過這樣的一個敬拜的操練 第一個 那是一個基督教的學校 第二個 它是一個有音樂系的學校 實際上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教堂的學校 但是我們在那邊 敬拜的時候 我在那邊搭音樂委員 結果很多的爭執 很多的爭執 到底怎樣敬拜才是對的 怎樣敬拜才是好的 到後來我們自己也不歡而善 常在一些討論裡面 我真的覺得什麼是敬拜 專演的儀式 歌詞的研究 還有很多的音樂的曲式 但是如果沒有神 如果沒有神 你可以塑造所有的儀式 但是沒有神 就好像圣经常告訴我們說 你有天使的話語 有講萬人的歡言 你能夠有先知講道之能 甚至你能夠周祭窮人 但是如果沒有愛 也是一樣 完全是徒勞無功的 徒勞無功的敬拜 那我們今天在神面前 好好思想 哇 在我們教會 慢慢的感覺到 神的榮耀充滿在我們敬拜裡面 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說 敬拜 直接了當說好了 你要不要感恩 先有感恩 就是我們常說 你要正面的觀念 思想 感恩 凡事感恩 第二個 你真的有喜樂嗎 你在敬拜裡面有喜樂嗎 請不要討論 到底怎樣的敬拜才是對 討論到後來都不喜樂 只要在神明敬拜裡面感覺到 我們就是前仆後繼的在神面前 投入這條道路 而且前面得到 後面的人得到 你得到 我們同伴 通通都得到喜樂了 哇 這是真實的道路 那敬拜自然就是一個很棒的喜樂 因為神讓我們的念頭 眼光天天都是新的 阿們 要唱新歌 讚美神 新歌是由每一天你的經歷 最後你要思想一件事 敬拜你必須要宣告得勝 宣告得勝 而且你要認真的可慕 我一定會得勝 你的宣告就是有力量 有力量 弟兄姐妹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凡有氣息的 哪一種人 凡有氣息的 但是我們卻在這個地方思想 神曾經告訴我們過 人住既然属乎血氣 他的生命 總是在那個氣息裡面 人的氣息裡面 我的靈 從此 我不在他們當中了 我不在他們當中了 弟兄姐妹 我們一定要很正視這個問題 聖經神告訴我們說 有一天 我要讓洪水晃爛在地上 毀滅天下 地上凡有血肉 凡有氣息的 我都要讓他們全部毀滅 無一不死 那我們來看看 聖經也另外說 但是有另一種有氣息的 他們要 一對一對的 他們要進入到神的拯救裡面 進入到神的拯救裡面 凡有氣息的 都應該要聽這個故事 都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好讓我們的敬拜 真的達到神那裡的榮耀 再也說 聖經說 當我帶你們進入到應許的時候 你們要在那個地方 跟那地有所分別 那地雖然繁榮 那地雖然文明 但是你要跟他們分別 甚至要跟他們完全的切斷 他們從那個地方 從統統統統統都要出去 你要在一個完整的 聖結的 属乎神的 榮耀的 這地裡面 來敬拜神 那個敬拜才是對的 但是百姓一而再 再而三的跟世界擁抱 你在生命裡面 那是一個智慧 人的眼光 看跟世界擁抱 是智慧 但是卻不知道 他每一次擁抱 每一次失落 每一次擁抱 自誇的 我得到世界的某一點 但是其實他整個道路 一直一直在失落 我們今天在神面前 要來思想 這樣的一個關鍵 我們來看這個照片 就是昨天我們在 這個有點暗號 我們全場在這個當中的 如音展示之夜 你要思想 我們的年長者 在這當中 哇他們的節目真的 你會發現 真的跟 就像年輕人一樣的 活潑 有創意 而且有興奮 每一個樂團 每一個節目 每一個舞蹈 在神面前 都是那麼那麼的一個 新鮮可愛 這些年長者 然後在同時間 在下面 整個雅各廳 三百多人可以的座位 坐到後面都沒有空位 連樓梯都坐了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 我們的年輕人 在這個地 同時間 上面坐得滿滿的 這些地 年長者 下面 年輕人在下面 哇非常豐富 這個教會 怎麼回事啊 這麼愛玩 怎麼回事啊 這麼快樂 弟兄姐妹 答對了 這個教會 必須要很愛玩 這個教會 必須要很快樂 很愛玩的教會 不容易呢 不容易呢 弟兄姐妹 為什麼不容易 一個人玩很容易 兩個人玩很容易 三百個人玩很困難 五百個人玩 玩到後來 插槍走火 很容易的 但是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 看到這些人 然後再包括 包括 剛才看到那些現實的 小朋友 我們教會從小朋友 到這種年輕人 到我們比較年長者 整個教會都很愛玩 整個教會都很活潑 各位姐妹 好 把這個印象 換在我們的禱告裡面 我們要告訴大家 今天凡有氣息的 都要讚美耶和華的故事 到底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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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一百五十篇 今天我們就在這個地方來思想 在我們生命裡面說 你要讚美耶和華兩個地方 兩個地方 第一個神的聖所讚美他 第二個 他顯能力的窮參讚美他 這兩個地方 一個是聖所 一個是聖所 一個是他顯能力的窮參 各位姐妹 直接說好了 聖所就是你生命你要奉獻 他顯能力的窮參 在那裡 你要生命要讚嘆 你要讚嘆 敬拜裡面 你如果沒有奉獻 你的生命是沒有感覺的 你如果沒有讚嘆的話 你奉獻是奉獻到一個空洞裡面 姐妹 我們要對這個世界 神所創造的 跟你在神面前所看見的 你要對神佩服的不得了 你要在神面前說 神啊 我如果在你的道路裡面 是多麼多麼的榮幸 所以你很願意 非常願意的 把自己投身在神的道路裡面 每一次敬拜 都會讓你 前不後繼的說 我要 我要跟我的爸爸媽媽 我要跟我的兒女 我要跟我的同伴 一起在那邊 強力強力的敬拜 你就會發現這個故事 是生命裡面活潑喜樂了 他又說 用腳聲 用骨色彈琴 擊鼓跳 施弦的樂器和笑的聲音 用大響的拔 用高聲的拔 來讚美他 所以讚美敬拜的時候 要小聲還是大聲 大聲 告訴你 就是直接大聲 但是有時候 我們叫大家小聲唱 小聲唱也是大聲 請大家注意 小聲唱 原是叫你心裡面要震撼的 要震撼的 因為聽得見心裡面的聲音 因為你外面小聲 聽得見裡面的聲音很大聲 然後外面的大聲 會使你生命整個振奮 弟兄姐妹 敬拜要強烈 要強烈 不可以鬆垮垮的 也不可以心不在冤 你必須要在神面前 主啊我敬拜你 我把我所敵 甚至今天根本不帶來 我把我一切 能夠讓我心思意念 想到別的 約會的東西 通通把它收起來 主現在只有你跟我 然後你在神面前 我強烈的要神的時候 神的榮耀會領到你身上 弟兄姐妹 神的榮耀 你對神認真 神就對你認真 有沒有阿們 侍奉神人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基督那裡 基督在哪裡 侍奉神人也在哪裡 若有人侍奉神 我復必怎樣 尊重祂 你要不要神尊重你 我們說通常都是講 我們尊重神 什麼時候要神尊重我們 有神會尊重我們 那看你尊重祂嗎 因為神創造我們的時候 本來就是為保為尊的 好那我們來看 神是怎麼說的 神是怎麼說的 在祂創造我們的時候 他創造天地萬物 天地萬物 所有牲畜 天上的飛鳥 海裡面 進行海盜 所有的魚類 所有的昆蟲 所有走獸 神都說各從其類 什麼叫做各從其類 是按照它的種類 是按照它的種類 也就是說 貴賓狗 哈巴狗 臘腸狗 什麼狗都一樣 都是根據狗的模式來創造的 都是根據狗的模式來創造的 所有老虎 獅子 豹 都屬於貓科 祂是造的那個模式來創造的 他們有共同的模式 共同的模式 弟兄姊妹 神所造的 是那麼那麼的奇妙 各從其類 according to His kind 或是Leal kind 讓我們來思想 今天神 創造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各從其類 我們從哪一類 我們從哪一類 神說 我就照著我們的形象來照 照我們的樣式 弟兄姊妹 你敢不敢 換檔的說 你是哪一類 你是神的那一類 有沒有阿們 你不太敢說的樣子 弟兄姊妹 神說 如果是人 照我這一類來算 按照我們形象和樣式來照 你以為我們說 那只是形象 Image 這是外表而已啦 只有外表而已啦 弟兄姊妹 你請仔細看 神無緣無故 跟人定什麼日子啊 定安息日呢 人跟神之間在定安息日 跟神跟人說 神創造工作完整 完整 完整 榮耀啊 然後跟神 跟人定一個日子 安息日 我們每次都打到安息日 哇 多少人說 安息不能做工啊 這個手這樣 錯了 神說 一開始就說了 安息日不是叫你什麼都不做 是告訴你 那個不做不是叫做不做事 那個不做是告訴你 完整了 是前面的已經完整了 然後你要在神面前 在這天定為Holy 聖日 是單當屬於神的 心思意念單當屬於神的 屬於神是不是不做事 拜託 什麼屬於神不做事 難道屬於神是死人啊 弟兄姐妹 屬於神是快樂的 是把這六日做一個總結 說主啊我讚美你 這麼棒 是一到六日完整的 但那天不是不做事 是要紀念這六天一切 就好像今天我們現堂禮拜 這兩年所做的所有的工程 今天完整了 今天主啊我們把這兩年的工程 在你面前奉獻給你 叫做憲堂 憲堂那一天要不要做事 憲堂那一天快樂嗎 快樂 憲堂那一天是不是什麼事都不要做 憲堂那一天要做 Celebration的事情 慶典 要很高興 豐富 人跟神在定這個日子呢 各從其內 因為人是神那一類的 不要以為只是形容 不是只有外表 是我們在神面前思想 觀念 共同 同一類的 我們一定一個日子 属於你跟我之間的安息日 然後神說 那一天我要讓你知道 你在我裡面有我 你的裡面有我 神把氣息淋濕給他 讓他成為一個living being 讓他成為一個属靈的人 裡面也一樣 裡面也一樣 好 第二句 那我們就是神了喔 你當然不是神 但是你知道嗎 你跟神是走同一類的 你就一定要明白神 你如果是走同一類 你就一定要明白神 你如果不明白神 你就得罪神 那我們來思想 好 那我要明白神 兄姐妹 明白神第一個 你跟神同一類 請你要先了解 同一類的觀念問題 第一個要走 你是神的仆人 仆人是做主人的事情 因為主人跟你 你要跟神同一類 除非你要先知道 仆人的心智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說的 在查詐的時候會說仆人之歌 也就是在這兒你要認識 耶穌基督的一個預言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預言來到我們當中 是基督的一個形象 但是基督的形象的道路 是我們今天要走的 你要了解這個故事 神說你是神的仆人 同一類的 仆人要做主人要做的事情 同一類的 那你要知道 這同一家裡面 你必須要成為主人的樣式 主人的樣式 請記得 請你做第一件事情 他把靈給你 把靈交灌在你心裡面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的就是 弟兄姐妹 一定要做喔 不宣傳不揚聲 不實際上聽見他的聲音 就是溫柔謙卑 各位姐妹 什麼時候開始 你開始有學位了 開始有專業了 開始有第一筆的收入了 開始這方面蠻不錯的 開始喜歡開口閉口就是說 我最近研究的東西 我開口閉口就是說 我現在在哪裡當教授 我在開口閉口就是 我在哪裡當什麼 當什麼 各位姐妹 我我我我 常常在你生命裡面 常常要顯露 最近我做的還不錯的感覺 各位姐妹 不揚聲不喧嚷 好不好 也就是在生命裡面 你要跟神同一類 除非你沒有你自己 太多自己 怎麼跟神同一類啊 也沒有辦法讓神充滿你 神充滿你的時候 你必須是一個柔和謙卑 第二個 有神的心 有神的心腸 他說 壓山的爐尾他不折亂 江山的燈火他不吹灭 神在這當中 只要你在 你四周圍都會得到扶持 只要你在 很多人跟神禱告對不對 很多人跟神禱告 他們都哭啊哭啊 各位姐妹 你要不要被神拆遣 去到那些人旁邊 扶持他們 他們每次祷告 哭的時候 得到安慰都是你 都是你 你就是跟神同一類的 神不會讓這些人枯萎 神不會讓這些人折斷 神不會讓這些人熄滅 而你居然是那個被拆遣 去扶持他們的 你就跟神同一類 同一屬性 你是他的仆人 而且是忠心的仆人 最後一點 他不灰心不善大 堅定不移 這是征仗宣告 就是我們所說的飛翔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我都不會斷 我都可以堅定不移 我可以克服各種困難 你會翱翔在所有暴風雨之上 你堅定不移 不灰心不善大 神不會無怨互乱 你不灰心不善大 神一定會讓你有命定的去做 神既然要讓你完成目的 神就讓你克服困難 所以在我們生命裡面 你要想 就好像這種感覺喔 這是一個神的仆人 腰上的乳尾他不折斷 江長的燈火他不吹灭 就好像這種感覺 他照顧照顧那最微弱的一盞光 一盞燈火 旁邊的他愛惜 旁邊的所有的乳尾 他讓他扶持 弟兄姐妹 神眷顧到最卑微的你 神正在眷顧最卑微的你 而你居然是神的仆人 你完成了神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是一個小組長 你是一個弟兄姐妹 凡是難過的 都在你的祷告 都在你的福祉和安慰裡面 得到感謝神 你就跟神同意的 第一點 神的仆人 我們看第二點 你是光 你是光 是外邦人的光 是黑暗當中的光 你是那曰 神跟人所立的曰 就是扶持 堅定 你的光 你的光是從神那裡來的 你要讓人看見 從你身上看見神 弟兄姐妹 你一定是神的那一類的 你要讓人 從你身上看見神 弟兄姐妹 凡有氣血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 你一定要做仆人 第二個 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成為光 弟兄姐妹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正面 跟喜樂的樣子 人家從你身上看到你是不一樣的 你是不一樣的 好 弟兄姐妹 那我們就來思想 哇 一開始神說我要對你說話喔 對你說什麼 剛才我們說 你要讚美神 要在正所跟 他顯能力的窮餐裡面讚美他 這個地方一直描述神 怎麼描述 哇 創造諸天鋪章窮餐 將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鋪開 將氣息示給地上的眾人 哇 介紹神 用那麼多的言辭來介紹 就是告訴你 他要在窮餐當中 是大顯能力的神 現在對你說話 對你說話我呼召你 呼召你成為神的約 約的見證人 約的見證人 請大家注意喔 現在如果你是神的光 神的光在你身上 請你注意 你在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就沒有黑暗 你在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就沒有黑暗 不用擔心感鬼的事情 不用擔心全市的問題 不用擔心黑暗全市的問題 弟兄姐妹 不要擔心那些到底有多強 請你多一點擔心 裡面沒有光 弟兄姐妹 如果你確定 耶穌基督在你裡面 確定裡面有光 外面怎樣 都不是你需要擔心的 因為有光 所有黑暗全市都會退去 有光 你生命會喜樂 你不會在乎人家怎麼看你 因為你在乎神在我裡面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弟兄姐妹 在我們生命裡面 只有一件事情 只要你在 很多在痛苦裡面 他們會都要釋放 你要釋放那些人 你要釋放那些人的愁苦 你為他們禱告 你會醫治他們 你為他們禱告 你會安慰他們 你會醫治他們 你會安慰他們 你會扶持他們 你會鼓勵他們 你會給他們看到正面 因為你本身就是光 弟兄姐妹 求主能夠幫助 你要做外邦人的光 所有不認識神的人 從你身上都看到 看到什麼 看到聖經嗎 或者看到視律 或者看到什麼傳福音的東西 不是 從你身上看到 你跟一般人不一樣 就夠了 我告訴你弟兄姐妹 很多事情 我們不需要太多去解釋 你會不會懂 你到底裡面有沒有 有一次我去跟一個牧師來談話 他六龜的養牧師 他說他有一次去大陸 大陸 那我們買聖經都很方便 然後要去大陸 他們就去買一本簡體字的聖經 然後他去聚會說 旁邊我們做衣雕啊 這個木頭 哪像我們那麼舒服 還可以躺下去 還可以閉上眼睛 還不會掉到地上 弟兄姐妹 他們是做板的 稍微彎一點就會掉到地上了 然後他們在那個坐 他旁邊有個老先生 老先生在聽講道的時候 也是閉上眼睛 不是睡覺喔 好像在享受 突然張開眼睛 看到他旁邊的時候 他看一看他旁邊的養牧師 他就說 你的聖經是你自己的嗎 他說對啊 然後楊牧師就說 然後楊牧師就說 你是不是喜歡我這本聖經 他就看著他 然後楊牧師就 讓我這本聖經給你 哇他真的眼睛瞪好大 你聖經要給我 那你呢 他就說我從台灣來 我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聖經 他就不敢相信的把聖經拿過來 兩姐妹 楊牧師跟我講 他看到了那個景象 那老先生把聖經包在胸口 說 兩姐妹 我看到一件事情 那光就來到他身上 那光就好像渴慕得不得了 聖經不是一本書你知道嗎 聖經就好像 我終於可以自有自在的跟神交談 是神在我裡面 沒有聖經的時候 我也可以跟神交談 但是有聖經的時候 就好像那麼真實的就在我裡面 對我姐妹 我們可慕敬拜 可慕到什麼地步 後來他說 我今天拿到這本聖經 我來到這一趟 有很值得太值得 原來他說一句話 我今天來這裡聚會 我要坐四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夠來 四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夠來聚會 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聚會來到這裡 很容易就可以來了 又有很好的椅子可以坐 但是又可以閒很多的 但是又可以閒很多的 講太長啊 那個什麼啊 空氣不好啊 立正不好啊 弟兄姐妹 讓神今天在你裡面 讓神的光 今天在你裡面 對你說我愛你 天啊 弟兄姐妹 你生命 會祝福很多人 會祝福 請你把生命裡面的神 多一點分享給別人 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盡量分享給別人 盡量分享給別人 你到大陸 可以把聖經給他們 你到貧窮的地方 可以把你外套給他們 你到什麼地方 都可以祝福他們 今天 紅者傳道是到達瓦蘭教會 就是上次我們捐衣服到他們 他們聽說 哇 他人生俏團隊要過來 他們都好興奮 弟兄姐妹好興奮不是說 紅者傳道又要帶衣服去 今天這一車沒有 因為他們說 他們說 我們捐給他們東西 他們還消化不完 因為我們一千個人 所捐的東西 塞滿兩三輛車 很多人還要捐他們 這麼多車子 這麼多的東西 分給他們三四十個人 滿到他們就分給很多的部落了 他們高興不是說 又要拿東西來 他們高興是你們這些人要來 你們這些人就是光 就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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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借著你們這些人 讓他們得到安慰 弟兄姐妹 請大家做神這一類的人 可是我們是跟神同屬一類 請你一定要做光 需要人的光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當我們成為這樣的故事的時候 你會看到 市周圍 從地極很偏遠的海島 山頂寬野的人 都因為我們這樣做 他們要高聲歌唱 弟兄姐妹 當你能夠成為大家的祝福的時候 你的讚美 就是凡有氣息 都要讚美耶和華 弟兄姐妹 以賽亞書給我們看到了 讚美的海島 我們常常思想 我們台灣算什麼 今天能夠讚美神 我們也要成為各地的讚美 各地的讚美 我們再次恳求 時間不多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 能夠跟大家分享 這樣的一個故事 如今有新的事情 要向我們顯明 航海的 海中的 還有寬野的 航海是海上的 寬野是內陸的 還有山頂上的 這些基達人 希拉 住在耶當河東的 是寬野那個區域的人 寬野的 海上的 到處都要起來讚美耶和華 因為他們都看見光了 他們看見光了的時候 弟兄姐妹 我們就看到聖所的敬拜 在耶路撒冷 在穷昌 到處看到神榮耀的 都要來讚美耶和華 弟兄姐妹 以西節書裡面 講到一個故事 當我們覺得已經不行了 絕望了 沒有盼望了 弟兄姐妹 神那天把以西節帶到平原 給他看見一個故事 就是你看 他說都是骸骨 骸骨的意思就是 再也沒希望了 再也是絕望了 神說你要不要看 我為你所行的神蹟 你要看的話 神就讓那些 毫無希望 毫無氣息的連結 那縮骨和結合在一起 然後長出肌肉 有金聯絡在其中 互相聯絡 這些都互活 那你看到 互活的目的是為了要成為 極大的軍隊 神說我要把我的靈 再次給他們 他們要成為新的子民 弟兄姐妹 這故事 在歷史裡面 不斷地發生 你已經是奴隸的 毫無盼望的民族 那天我叫你出埃及 兩千年滅亡的以色列人 我要叫你 從世界各地來 我要讓你成為一個新的國家 神一一成全的這些故事 一一成全的這故事 弟兄姐妹 沒有又大又難的事 只有你又重又厚的一個帳目 把你眼睛蒙蔽 你要看見神 你看見神的時候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法的時候 這故事要知道永遠的 弟兄姐妹 就好像 永遠所看到的這樣的故事 太古都呼活了 而且成為極大的軍隊 弟兄姐妹 在我們生命裡面 好像 哇 好不可 不可思議 但是這些事情 今天要臨到我們當中 臨到我們的故事裡面 我們在求主能保守 讓我們的故事 就充滿這些神奇奇事 你仰望它 教會就不一樣 教會不是因為什麼道理 教會也不是什麼禮儀 也不是什麼遵守什麼條例 也不是什麼樣式 教會很真實的是 你有沒有遇見神 第二 你有沒有真的走在神的道路 第三 你有沒有勝過 勝過世界所有的 告訴你不可能不可能那些 因為我相信神 我要得應許 你就得著了故事 弟兄姐妹 希望今天大家在這裡敬拜神 今天你的生命喜樂 充滿喜樂 充滿盼望 Amen 我們將要有大的事情 要臨到我們當中 我們一一會報告給大家聽 希望弟兄姐妹 振奮你的心 當昨天樓上這裡 樓下這 同時在練那個舞蹈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樓上跳樓下也跳 為了那一天 11月16號 我們要在一載金城 我上個禮拜報告 要動員500人 查進的時候 告訴弟兄姐妹說 我們改變了動員600人 那昨天跳完 我們再報告 我們又改變了 我們要動員多少 700人 700 弟兄姐妹 做得到嗎 弟兄姐妹 今天是時候 我們不是說恐嚇 也不是說威脅 只是告訴你說 那榮耀日子 你沒有參與 你可能一輩子都會後悔 我們求助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參與在這其中 神秘是好大的喜樂 有一天你會看到 那時候我在那裡 你知道嗎 弟兄姐妹 我們起來祷告 來讚美神 親愛的主耶穌 我們謝謝你 今天我們在你面前敬拜 我們在你面前一起聚會 我們在你面前一起看見 這日子是主人說 是給我們安息的日子 但是我們並不是在這個當中 好像沉悶 我們在這當中 要大大的慶祝 神的榮耀 一直降臨在我們當中 大大的慶祝 神的豐富 令到我們弟兄姐妹 我們更要大大的慶祝 神你的應許 在我們的明日 在我們的後天 一直一直都呈現 神的愛 神的喜樂 還有神的榮耀 這城市將會不一樣 所以說 幫助我們坐在前面 坐在前面 我們要成為君尊的祭司 告訴後面的人說 果真的是如此 求主你引導我們 讓我們在你面前敬拜 是喜樂樂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民求 Amen